深度解读 特朗普背后站着的真正靠山 专题 美国总统川普最心动 太 如今谁还能看得懂特朗普 专题 治下的美国 有说法称 美国 以抛弃其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 挥动着贸易战和关税的大 棒 美国正在掀起反全球化浪潮 受难者不仅有中国这样的贝塔 是做竞争对手的国家 更有它的贸易伙伴 诸如日本 专题和欧洲 而以持续一年有余的中美贸易战 其战果又会将21世纪的世界带 向何方 是共同陷入修西底德陷阱 或者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新 的历史终结 二十一世纪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纪 难以看清之计 就暂且 从历史的些许尘埃与碎片中 观察着急剧变化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宋朝龙在接受多维记者 采访时 并没有直接解读当下的风云变幻 而是用大量篇幅描述十八 四十八年的法国历史 在他看来 理解那一段历史对于解读当下 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为系列文章第四篇 共五篇 多维 你认为金融 资本是马克思分析法国政治的基础 但是在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 在 资本论中却并没有出现 也没有分析金融资本 这又该怎么理解呢 宋朝龙 金融资本 大家在资本论中是读不到的 或者说指涉 即到与金融资本积累方式相关的片面要素 资本论有一个从抽象 到具体的逻辑规划 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个逻辑结构 并不是说马克思 不理解这个 三卷资本论当中没有完成的逻辑 正论文章当中呢? 找到 正论文章不是经济学原则一般应用 而是包含新的经济学原则 马克思在写政治论文的时候 不得不从直接的现实出发 也即不得不 产是现实生活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 马克思一生写 聊很多政论文章 分析法国政治 英国政治 很多文章都是描述英国 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如何支配英国经济政治的 马克思在1848 -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开头就讲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 合同 智方式 非常直接直接 自由竞争工商业资本只是那个时代那个经济 体系当中的一个成分 作为完整的现实 真正支配经济政治的 不是这个 阶级 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 马克思的逻辑规划中 有资本在国 加行事上的概括 这样的环节 也就是作为总体的资本 和国家紧密 结合的资本 这些思想后来在西法庭 列宁所阐述的金融资本概 念中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发挥 把金融资本的理论跟资本论的逻辑 连接起来的是西法庭 列宁 在列宁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美日欧重建 了金融资本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统治 在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 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 我们知道后来列宁分析帝国主义 也是已经 金融资本为基础 金融资本也是跟土地贵族 土地所有权融合到一起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基本理论贡献是把资产阶级分两步 分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官僚买办资本 也正是大金融垄断资本 现实 当中的资本主义 不是像亚当斯密描述那样的自由竞争中的产业资本 优胜劣汰的 看不见的手 人人为自己 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达到赦 会利益最大化等等那么一套 多为 从这样的视角和逻辑之下 如何? 理解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背后的金融垄断资本 宋朝龙 特朗普主义 与波纳巴主义有相似的逻辑 当然 二者的时代背景和整体环境都不 一样 马克思那个时候金融资本与土地贵族是两个阶级 今天金融资 本与土地贵族是一个阶级 因为土地已经变成了金融产品 就是金融 资本势力更大了 马克思那个时候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对立的 今天 金融资本也与产业资本垄断融合起来了 1848年革命时代法国的 金融贵族还处在殖民主义大发展的前期 19世纪末殖民主义才大 大发展起来 并激发起两次世界大战 殖民帝国进入总危机 但二战 之后 金融资本又获得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西方改 变了过去的军事官僚国家 并在殖民主义体系解体的基础上 在主权 国家体系的基础上 建立了新的帝国主义体系 新的金融帝国统治秩序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非简单的一次危机 而是金融资本世界 体系的危机 金融帝国心脏地带的危机 美国的这次危机不是一般的 危机 而是金融帝国本质自身的内在矛盾的表现 特朗普所推动何家 强的新民粹主义 和波拿巴主义有相似之处 二者都是在纯粹共和主 一不能解决金融贵族 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问题 情况下发生的 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